有时我们在网上会听到很残忍的刑罚 如果有一天临到我们身上 因为圣经有说到 受了敌基督的受印 受了敌基督的受印 他的名字就不在身边刺伤 所以我们就在任何情况都不要认认基督 但可能带来的痛苦是很大的 第一是我们亲近神 因为神会知道 在那一刻他会知道 他一早知道 在那一刻他会给我们额外的力量 无论是那时的痛苦减少 或者是那时神给我们一些智慧的说话 一些智慧的行动 或者有个神迹发生 或者是神接我们的灵魂 无论是什么 即我们信得过神 他会叫我们遇见的试探 是不会大过我们所能受 这个就是我们对神的信心 当我们坚决相信 神叫我们遇见的试探 会大过我们所能受 神一定纪念我们所受的苦 那你受苦的时候 你也会有力量 即是会难的 我知道是会困难的 但是呢 当我们深信神的恩典的时候 你时时能够随时在圣灵的同在 在受苦的时候 你也在圣灵的同在 你那个苦是 即是神的同在一定会减少的 但是神再用什么神迹呢 圣经也说 他会到时指教我们当说的话 等于到时神会教我们做什么 做什么行动 这个 即是我们信不信得过神 信不信得过神 神是知道和他的能力 他可以甚至叫我们立刻 譬如那些人在那里 刑罚我们 接着我们可以起床走 那些人捉不到我们 我们可以走去走去 即是神都可以用这样的方法 神可以做任何一样东西 那我们会不会有这种信心呢 那这个是 即是我们就不要给那种 负面的感觉在那里 带着死了 有一天如果我这样受迫巴 那怎么办呢 第一 可能你永远都不会有这个情况发生 其实呢 为主而死的人是神特别简算的 即是有特别恩恋的 圣经也说 这班人是特别的 在天堂是不同的 即不是个个都有福系 成为这一份子 那就是 就 就 未发生就想定死了 如果天天发生怎么办 就晚了 有些人未有癌症 常常说 如果我天天有癌症怎么办 就是不要想这些事情 只是想到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 我们怎么站稳 就 整天在神那里得力 整天都对神有信心 整天都深信 什么困难都难遭到神的爱 神的恩典和神的计划 而且 你深信 你在受苦的时候 你所说的说话 所做的 如果你遵照圣经所吩咐 神所吩咐 神那时候叫你说什么 你就说什么 或者甚至说的说话 你都不会听 可能叫你说一种语言 是你不懂的语言 你就是这样跟着说 你就做的 这个 在当时的荣耀神 可能比较你一生人做很多事情 都不及那一下的荣耀神 你这样想 你就会很正面 我希望大家 就是信得过神 无论在你小事和大事 最大的事都信得过神 这个就是我们得力的内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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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